电光火石间的蜕变 保禄有什么个人之处 可以做外邦人的光明呢? 当他前行 花腰临近大马士鸡的时候 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 还射到他身上 他便跌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向他说 苏禄 苏禄 你为什么逼害我? 主 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害的耶稣 但是你起来进城去 必有人告诉你当作什么 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只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什么人 苏禄从地上起来 睁开他的眼 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们牵着他的手 领他尽了大马士鸡 大马士鸡路上 这一道大光 被太阳还亮 痴烈都令素禄盲了三日三夜 令他终于觉悟到 原来他一直都是活在黑暗当中 虽然他有眼 心灵是盲的 好在 复活的主基督亲自启示给他 打开了他的心目 令到他盲了三日三夜之后 重新拆亮了他的眼睛 这儿忽然从天上 还射到保禄身上的光 要求保禄彻底的 完全的伟生 要求他彻底的 完全的 蜕变过来 在大马士鸡路上的这一刻 是决定性的一刻 成了保禄的审判时刻 面对主耶稣的这份邀请 这个弃暗投明的挑战 保禄 怎样抉择呢 保禄无得选 他无得回头避开这道光 他根本 不可能离开这道光 因为由那一刻开始 基督介入了他的生命 保禄之后 有这样的反省 那吩咐光从黑暗中 照耀的天主 曾经照耀在我们心中 为使我们 依纳在耶稣基督的面貌上 所闪耀的天主的光荣和知识 来光照别人 大马士甲之前 保禄一定听过 很多人宣讲耶稣 但是这些言辞 只会令他讨厌 令他大开杀界 所以 不是关于耶稣的报道 规化了保禄 也不是保禄一厢情愿地 对耶稣的热成改造他 而是耶稣自己 他亲自的显现 就是保禄所说的 耶稣基督已奪得了我 耶稣在大马士甲路上 向保禄显现的那一刻开始 保禄脱胎缓骨了 凡以前 对我有利益的事 我如今为了基督 都看作是损失 不但如此 而且我将一切 都看作损失 因为 我只以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自保 为了他 我自愿损失一切 来一切当废物 为赞得基督 是耶稣基督 在大马士甲路上的显现 改造了保禄 正如他自己说 谁若在基督内 他就是一个新寿造物 旧的已成过去 看都成了新的 耶稣基督 夺得了保禄 保禄从此 成为了基督的目役 他是不得已 对犹太人 对犹太人 我就成为犹太人 为赢得犹太人 对于在法律下的人 我虽不在法律下 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 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 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我就成为法律下的人 为赢得那些法律下的人 对软弱的人 我就成为软弱的 为赢得那软弱的人 对一切人 我就成为一切 为的是总要救世人 我所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福音 为能与人共占福音的恩許 主耶稣亲自的显然 深深打动了保禄 想知道 保禄对主耶稣的爱 有多深 就请继续收看 保禄全道的心情之 爱的呼唤 祝禁 让工作室 祝禁